大家好,我是三喵,写小尾巴上稿 有人说三喵,你是不是油管上第一明黑 这个我不敢说是不是第一 但是从我过去的节目里面 你们应该看到我自己对明朝什么态度 今儿我们聊一个虚构的东西 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里面 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 这句台词我也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经常被拿来去讲 改道为桑,来是国策 上命国家下令你们 你们这帮刁民怎么敢怎么着 下面就差张泰丸将军灵魂附体了 让我们出错那个什么什么 把这个门给轰上去 就类似这样 改道为桑,这件事情在大明王朝1566 这个电视剧里面是虚构的 但是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子 引发了后来的剧情 当然我聊的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那个如有巧合 纯属雷同 再加上这几个字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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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苹果 要戴尔 要惠普 对不对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个当时电视剧里面 为什么要有改道为桑呢 那个电视剧里面 因为大明王朝遭遇了这个财政危机 对不对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你就不要说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了 是要把钱袋子攥到自己的手里 问题是钱袋子跟饭碗他不一样 就是他这个朝廷要花钱 这个严松 严世芬 包括严党是要贪钱的 辱不复复 辱不复复怎么办呢 那想折子 对不对 就得想办法开园 这个节流嘛 这件事情能不能节 咱们再说 但是一定要想办法开园 于是在电视剧里面 就有了一次预前的这个会议 来 我们在浙江改道为桑 什么意思 倒这个东西 是吃的东西 而桑树经济作物 栽桑养残 做丝绸 卖到国外去换钱 所以在电视剧里面 当时是这个 制造太监洋金水 跟这个外国商人谈好了 要几十万匹这样的捐布 年底交货 对不对 那么好 那你要这么多匹 几十万匹捐布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残丝 残从哪来呢 好吧 你这桑树那不够怎么办呢 把桑树给我毁了 种桑树去 对不对 那您说民众能乐意吗 其实啊 这个 这种情况下 民众如果说 种桑树有利可图的话 那当然自然的会 种桑树 这不是有人说的吗 天下兮兮 以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可问题是 对吧 您这个整个的私之品 这种贸易全都是官方垄断的呀 对不对 您像什么江宁之造 什么苏州之造 杭州之造 当然这是清朝的啊 那明朝就已经开始官方垄断这些东西了 就是中国自秦之后的一大特点 就是什么东西 只要来钱快 什么东西是大家的硬通货 官方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垄断了 所以你看有盐铁砖卖嘛 有这种酒砖卖嘛 那么丝绸到了明清的时候 因为他真的很赚钱 所以国家也给他专卖了 所以老百姓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 老百姓当然不愿意咯 对不对 那有人就提出来 我买你们的稻田行不行 然后官方出钱买你们的稻田 相当于把这些稻田给拆迁了 然后改中桑树 行吗 这个官方的采购价 当然是压的很低的 因为如果按照市价去采购民众的田的话 那个官方哪里还有油水可牢呢 所以有人总是说拆迁户 拆迁户总是很幸福 大家可未必啊 这个如果那个官方给您的这个收购价就很低 而且又是强买强卖的话 那又怎么着呢 对不对 所以到了后来 你看那个什么郑碧昌 何豹财 马宁远那些人就搞的 民众都不容易怎么办呢 好吧 毁滴烟田 我看你们还怎么种稻子 对不对 就是如果强买强卖不成 那就只能用暴力机器了 当然到了后来 这个改道为桑这件事情 我看到有些人在分析 这件事情为什么搞的 竟然还在说 那是因为海瑞张居正 这个豫王这些人 他们所谓的侵留在背后使坏 为什么呢 因为改道为桑的话 您这个浙江的老百姓可就没吃的喽 您这个吃神从哪运来的 是从外省运来 而不信这个外省 就在挨着浙江的江苏 这个是他们是清流的地盘嘛 所以就故意扣着粮食 不给浙江的老百姓发 结果浙江的老百姓激起了民变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改道为桑 弄不下去 那都是这个清流的果 所以我能说什么呢 我还能说什么呢 然后当然到了后来 这个电视剧里面 是安排了一个商人 是叫这个沈一石吧 沈一石来出面 把这个事情给平了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 当然这个国家如果想干什么事情 老百姓不满 是一定要拿商人开刀的 那沈一石最后下场也非常非常的惨 这个电视剧其实还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可以看的 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 至少他把中国这种官场 这种秦制之下的这种争斗 给弄的 写的还是比较比较的写实的 当然到了最后啊 改道为桑 当然是彻底失败了 你可以去从各种角度去分析 他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但是啊 这个这个 虽然是虚斗的 你以为这个东西难道就没有现实的这种影子吗 有啊 对不对 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决策者 一拍脑子 你这个地方必须得怎么怎么着 必须得怎么怎么着 如果你要不怎么着的话 我就要罚你等等 然后我就要让你弄得倾家荡产 怎么怎么着 那个我说过 我的老家是那个河南郑州 郑州边上有个县 叫中牧县啊 那个就是当年成功捉放草 那个中牧县啊 你要说起来 那个周末啊 这个地方 他那桑树 灾桑养残 可不可以 可以 谁小的时候 没有上过自然课 去这个小学门口 去买桑叶养残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就干过这种事情 郑州是 可郑州那个地方 中牧那个地方是可以 栽桑养残 可问题是 您栽的桑养的残 您支出来的丝绸 能跟其他地方竞争吗 不能啊 但是当时在我小的时候 我我印象中啊 那个那个地方的县尾 就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强力当地的这个民众啊 这个反正那个我们要脱贫 我们要致富啊 啊 怎么脱贫 怎么致富来着 好 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就学南方那种地方啊 我们就栽桑去养残 然后还建了曹思厂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当然那个毕竟是这个新时代嘛 对不对 所以河南中牧 他那个地方栽桑养残 这个应该还算是以示范为主 没有太多强制暴力的成分 首先那个中牧也不存在改道为桑那种啊 你要改也是改改卖改玉米啊 这个也不可能为了这个改卖为桑 改玉米为桑 起码黄河大地给绝了 就就绝地毁田 就像那个郑鼻昌和茂财 干的那件事情啊 绝对绝对不可以啊 对不对 谁如果这么干的话 那就就是混蛋了 对不对 那个中牧县也没这么干 当然那个中牧县后来 那个也是为了让农民增收啊 那个地方有一个黄河的沉沙 是叫燕明湖 然后那个也是啊 那个引进江南地区的这个大闸蟹啊 然后在那个地方一样 大闸蟹 在那里面能长这么大了 燕明湖好像只能长成这么大小 但是也在卖啊 我不知道现在燕明湖的大闸蟹怎么样了 如果有正常的朋友 您可以告诉我啊 对 那个总之就是呃 本心可能也是好的吧 但是这个1566啊 当然这个中牧县当时搞的那件事情啊 这个本心是好的 但是我印象中在我逐渐长大的时候 中牧县的曹思厂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后后来燕明湖的大闸蟹 也就不怎么提起来了 因为那个物流已经很发达了嘛 等等等等 那么 当然西时代 不会像嘉靖45年那个样子 强迫大家去干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说你看1566 这里面这所谓的改造维仓 终究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对不对 你想啊 如果有哪些官员 对不对 真的就是啊 为了改造维仓 然后就说说那种话啊 包括那里面那个太监 叫什么 吕芳吧 啊 皇上装的是九州设计天下 死一两个县的老百姓 又算什么 对吧 这种话啊 听起来特别的大意凛然 特别的那个啥 但是其实挺混蛋的啊 对吧 这个历史上这样 为了改造维仓啊 让这个七级光的军队去赠马 践踏良田等等这件事情 至少在当时是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这个本质上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您看啊 您在那儿 很多人在那儿煞有介事的在那儿分析 改造维仓为什么会失败 各种各样的这种原因分析 有人说哎呀这个农民他短视啊 对不对 他只能看到他的一亩三分地稻子的收成 啊 这个问题吧 这个 有人说这个改造维仓 他是这个改革啊 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有些短视的人 那改革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些短视的人 所以终究是理想派蛇了 哟 把严松说成是改革派 那真有您的 然后这个老百姓嘛 对吧 这个这个只能看到自己一亩三分地 我没有这一亩三分地的口粮 这官方这个从外务调来的样式 又不那么靠谱的情况 我失啥 对不对 这就真的是拉拼弄为其同志 因为我真的只有两头油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 您会发现 呃 至少在家庭45年的历史上啊 这个官方跟民间之间彼此的信任 是已经完全破产了 这个大明朝只能依靠着这种暴力跟谎言 在维持历史上是这样 而大明王朝1566那个电视剧里面 他把这件事情也给凸显了出来 至少在这一点上讲 没有说太多的这个错误 所以你看 我觉得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之前有朋友问我 文学作品的这个 这个戏剧的主题 一个是冲突 一个是人物塑造嘛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 为了为了让这个冲突 跟人物塑造做的更好一点 虚构了一些事情 我可以接受 当然这个编剧 刘和平导演吧 对吧 他可能还有一个计划 要拍这个大明王朝1587 也就是黄仁宇老师 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 然后本来是有计划的 但是也一直没见他拍成 想想是什么原因 对吧 这个您自个去琢磨去吧 对吧 您想想大明王朝1566 这个电视剧里面 那么那么多的台词 被反复的用在一些场合 对不对 那是什么原因 不要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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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苹果 要戴尔 要惠普 要外星人 好吧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